醫生都很怕 他說你這樣下去 你把那個臨屋塔看好 像我的營養師把我的狀況 回報去給他美國大學的指導教授 他叫做這個人要自殺嗎 工作再忙 身體還是要顧 任賢其即將與北流開唱 舉辦起售記者會 而近期同時滿於電影宣傳的他 來回奔波不同城市 形成滿檔 不免被關心身體狀況 我最近其實都還滿好的 我最慘的時候 就是我吃很胖的那個 拍砲碼的時候 沒有一樣及格的 醫生都很怕了 他叫我去看好那個 什麼法 找找找找 看好位置 蛤 醫生要講 他說你這樣下去 你去把那個臨屋塔看好 像我的營養師把我的狀況 回報去給他美國大學的指導教授 他叫做這個人要自殺嗎 他為什麼反應 因為運動員有爭棒的那個 像拳擊 格鬥他們爭棒的那個動作 但是我是爆肥 所以那個時候 對 所以身體很糟糕 所以我大概 這輩子應該沒有辦法再拼一次這種拍法 我有一場在新加坡的演唱會 是我吃到最胖的時候 因為我答應了 前一年答應的演唱會 然後我必須要去做 我把衣服全部重新買過 然後一上台唱完一首歌 沒有人知道我是誰 真的假的 然後我還有鬍子 我還有鬍子跟那個頭髮是長的 然後我說大家好 我心仁仙女 然後全部人 他們以為是別的暖場嘉賓 然後 而且那個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有請九孔 去當我的那個暖場的主持人 因為他會幫我主持那個 那個點歌 然後我記得九孔很想去環球影城 我就跟他去環球影城 我想說 他就趕快認出來 很尷尬的 就會發現 完全沒有人迷我 然後甚至有人認出九孔 還拿手機給我 我們拍個照吧 我說 我本來想說 現在這個樣子不好意思 不要不要 其實他要我拿手機 幫他跟九孔回家 連近距離接觸的粉絲 都認不出眼前是天王任賢奇異 而忙碌之餘 他也拍Vlog 分享生活 其中帶爸爸去看電子花車 卻被媽媽當成抓包的片段 抖了觀眾 你 V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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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ing I don't want me, I don't want me 這是掃姓喔 我媽怎麼突然出現了呢 我小時候有經歷過那個 然後我們在小朋友 又不能在前面看嘛 然後在後面偷偷的看的時候 然後我的同學突然就說 欸 我看到我爸耶 就沒想到 發生在我身上了 那我媽一出現 我自己也一直笑 我同學他 小時候的那個 他爸爸被他媽媽抓走 捏的耳朵拉走的那個畫面 好像又被我看到了這樣 瞬間想起童年回憶 而陪伴不少人成長的他 也承諾出了筷子人口的經典 還會加入卡帶時期的 避免歌曲在演唱會上完整呈現 讓所有人都能想起 青春裡的那首任賢奇 歌迷們卡要準時強票 好好期待啦